当AI视频创作遇上电影级制作 我们究竟该如何突破技术瓶颈 角色一致性 口心同步 画面质感 这些影视级的需求 现在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我是木子 经过两个月的深度测试 今天将为你拆解一套完整的AI电影短片工作流 从脚本生成到最终渲染 重点解决三个核心痛点 第一如何在一个平台上调用多个AI模型 第二保持角色同一的底层逻辑 第三专业及口心同步方案 不同于碎片化的工具测评 这次我们直接进入实战环节 过程中会揭秘一个整合 label diffusion runway等顶尖模型的创作平台工具 现在让我们开始重新定义 AI影视制作的标准 首先我们拆解AI视频制作最关键的第一步 现视频主题脚本和分镜 这个环节我们将产出四个核心资产 故事线分镜脚本 文身图提示词和图生视频提示词 真正有记忆点的AI短片 灵魂永远在于原创故事 所以第一步的故事线 我一般是建议大家进行原创 不过如果暂时没有好的灵感 也不用太过于焦虑 先试着让AI生成看看 比如输入 接下来是技术流的硬核环节 分镜转化 分镜是AI视频生成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它把模糊的要什么变成具体的是什么 这里我们可以用ChaseGBT或Deepseek来帮忙 让它写出短篇的分镜脚本 并基于每个分镜的内容设计运镜 标注好镜头类型和运镜方式 而注意这个多数人都会踩的坑 就是我们分镜定稿以后 不要急着去直接生成图片 聪明的做法是让AI产出两类prompt 第一类是文身图提示词 可以用于生成分镜的图片 第二类是图身视频的提示词 可以用于生成分镜的画面 这里也分享一个我进行项目管理的小技巧 就是可以用Excel建立分镜数据库 横向排列分镜编号描述 文身图提示词和图身视频提示词 这个动作可以帮你在后期修改时 节省至少40%的时间 好了现在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把分镜变成实际的画面 这一步直接就决定了你的AI电影 看起来够不够精致 够不够连贯 现在简单科普一下 现在制作AI视频主要是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文身视频 就是直接输入文字生成视频 但是效果比较随机很容易翻车 第二就是图身视频 先做好图片再用图片来控制视频的生成 这个的稳定性会高很多 第三就是视频生视频 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让AI进行转绘 这个方法的控制力是最强的 但是让AI的发挥空间也是最小的 今天我们要用的就是图身视频 因为它的平衡性最好 既不会太不可控又不会太浪费时间 但重点来了 图身视频的质量完全取决于你的图片 所以这一步千万不能马虎 好 让我们打开Polo AI 那这个工具要超方便 基本上所有热门的AI画图做视频的模型它都有 就不用自己再开一堆网站买一堆会员了 进来之后呢 左边选AI图片生成器 然后选模型 那我实验下来觉得Flex模型真人生成比较好 Recraft更适合动画 那我们今天选动画 所以就选这个模型 然后就是调比例选16比9 第三就是Tier Prompt 把我们之前准备好的分镜提示词复制进来 点击生成 搞定第一张以后呢 继续把其他分镜的提示词一个一个生成出来 在右边的生成结果这里发现 这张图片有点小问题 像它这里就AI都画了一个小辫子 那没关系 Polo自带的编辑功能也是超好用的 点擦除 然后把多余的这个辫子的部分涂掉 AI就会自动把背景补好 你看这个修完完全看不出痕迹 比用PS审视多了 除此以外呢 Polo自带的阔图高清等功能也很好用 非常适合做二次编辑 我也强烈建议大家在这里多花一点时间 把每张分镜图尽量调到完美 因为前期的图片越精细 后期生成的视频就越审视 相信我这个时间绝对值得花 OK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环节 让我们的分镜图动起来 现在呢我们要用图声视频的功能 先选中你做好的分镜图 点击图声视频功能 系统就会自动把图放进参考区 在右上角选一个视频模型 这里简直是AI模型的明星阵容 几乎所有市面上的热门视频模型都在这了 为了给大家做最直观的对比 我特意用同一张图同一个prompt 在五大视频顶级模型 Bronway 可琳 海罗 Vidu 和Pika上都跑了一遍 那重点注意啊 一定要把我们之前准备好的图声视频 prompt粘贴进去 这个prompt可是我们精心调试过的 直接关系到后面的效果 搞定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OK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基础版的AI视频 直接把这些片段拼在一起就可以成片了 不过说实话如果想要做专业级的作品 还要解决两个非常令人头大的问题 角色口型同步和角色一致性 先说口型同步 那如果想要让你的AI角色开口说话 其实非常简单 在 Apollo AI左侧 AI工具这里找到对口型功能 上传你要修改的人物片段 把台词复制进去 选个合适的声音点击生成 或者你也可以用我之前介绍过的MiniMax 生成一段音频直接上传到这里 稍等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口型 完全匹配的视频 妈妈说每根火柴都藏着一个愿望 然后重点来了 角色一致性才是我们AI视频面对的一个打的挑战 那好在Apollo AI这里呢有一个神器功能 做角色一致性视频 你只要上传最初设定好的这个角色原图 输入新的场景提示词就可以生成啦 这个功能不要太好玩 比如你可以给电影角色拍一些衍生的剧情 甚至把自己变成视频主角 看这就是我用自己形象做的天弦打工人视频 那其实Polo AI呢还有非常多隐藏的玩法值得挖掘 比如这个视频转绘的功能就特别实用 它能给你的视频一键转换成各种风格 做舞蹈视频混减或是你是二创的时候 这功能啊立马能让你的视频有趣很多 再来看AI视频特效 这里呢整合了现在最火的AI玩法 不需要自己写prompt 也可以快速获得流量密码玩法 那我个人最推荐的是这个AI工具包 里面都是一些很接地气的小工具 比如这个画质修复功能就特别贴心 AI生成的画面有时候会有点糊 用它处理一下 这个清晰度立刻就可以提升好几个档次 最近吉普利风格也非常火爆 AI工具图像工具这里就有一个吉普利风格生成器 速度快效果也很不错 马上呢Polo AI还会上线他们的故事版功能 我也是非常自大 最后呢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付费问题 Polo AI呢提供两种订阅方案 基础版是每月15美元包含30个视频和300张图片的生成额度 高级版起价是29美元 支持按需灵活调整配置 可能第一眼会觉得这个定价不低 但我们仔细算笔账就明白了 光是我们今天测试的5个视频主流模型 单独购买会员每个月就要45美元 而Polo AI呢不仅打包了这些所有的主流AI模型 还包括图片生成模型 口型同步等实用的小工具 如果你是喜欢尝试不同模型的深度用户 这样的一个整合平台呢 其实是可以帮你省不少钱的 2025年AI视频生成技术正在迎来一个重要的拐点 多模态大模型的快速进化 加上生成速度的大幅度提升 让专业级的视频制作变得越来越平民化 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突破 更是一个创作民主化的过程 当视频制作门槛被AI彻底降低 永远都是创作者的时代 真的来了